哈兰达这两年的销量是有点日渐萎靡啊 那除了来自对手的冲击之外呢 跟其这一代车型并不是很受欢迎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可是日前呢 丰田发布的全新的大哈兰达 让人们再次的看到了老哈兰达的那种味道 这辆新车叫做Grand Highlander 尺寸呢是介于哈兰达和红杉之间的 大哈兰达是北美设计的 那在他身上你又看到了那种比较硬朗平直且大气的风格 不得不说啊 近几年日系车所有的比较经典的设计全都来自于北美 大哈兰达的前脸用了一个双层的设计 造型似乎呢有一点REV4的影子 大灯组和哈兰达略有一些神似 车头的棱角比较多很有力量感 而其侧面则是美系大SUV非常经典的那种造型 线条刚进有力肌肉满壮气场特别的强 而尾部呢就是一个比较简约的风格 C字型的尾灯不是贯穿式的 尾部线条的倾斜角度啊都比较的大 让车身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笨重 大哈兰达的内饰布局同样也是一个新的设计 算不上多有科技感 但是在当下至少它不算是落伍的 有8寸的液晶仪表有12.3寸的悬浮中控屏 那空调区呢还有大量的物理按键 电子挡杆的造型呢倒是很小巧 自动驾驶辅助是来自丰田的CVSense的3.0的系统 大哈兰达是一个七座车 座椅的布局是按照223的排列 后排折叠以后呢 后备箱的空间有2775升非常的大 而动力方面高配车型则是丰田最新的Hypermax的混动 2.4T的发动机配前后双电机 367马力扭矩是542牛米 普通的版本呢则是2.4T的燃油和2.5的混动 大哈兰达啊其实比哈兰达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但是因为呢它目前是一个北美的车型 所以国内暂时不会上 但是后续呢是有希望国产的 不过可能也要等上个一到两年了